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 刘先生 46岁来自湖南 弱点工程师 有请 朱女士 42岁来自湖南 人事主管 有请朱女士 有请 欢迎两位啊 结婚有多少年了呀 十多年 十七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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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多大 十三岁了 到头二 男孩女孩 女孩 女孩 今天是谁要来的呢 是我 来干嘛呢 因为我觉得跟他过不下去了 都过不下去了 对 这个说现实当中 你们已经分居了 是这个意思吧 是 这分居是在一个屋檐下的分房而居呢 还是说有人搬出了这个家 他就直接睡到自己的书房 哦 你们在现实里面沟通过吗 他近几年他根本都不跟我沟通 他又只能指着我这里 指着我那里的 哦 不再沟通了 对对 这个您承认吗 主要是没有什么跟他语言 跟他交通不得一块去了 哦 年轻的时候说两个人是在工作的时候认识的是吧 嗯 是的 当时谁追谁啊 我觉得他 那时候感情很好 对 什么时候突然发现无话可说了呢 就最近这几年 随着这个网络的发展嘛 嗯 他同学的话可能联系的又多了 啊 就以前告诉那同学 就整个那几个人对吧 八个人 其实也有一个女生 然后其实有一个女生嘛 又是他以前的 初恋 他们的话整个八个人 经常是住在一起 经常不是磕磕啊 就是吃饭的 他也常来的不带我去的 我也想说跟他们同学一起认识认识一下 你去干嘛了 怎么怎么的 就搜了我一番 现在的生活以同学会为主是吧 你看这个本来就很经常啊 你看高精的同学在一起聚一聚 他这点小事也不至于了 什么就不至于 在一起唱得多 我觉得很经常啊 啊 啊 将近这个可歌一样 也是一种新鲜的交友方式 是不是 啊 你半年三更的跟那些鱼的 在那里琴歌对唱的 他现在可歌痴迷到什么程度 你知道吗 主持人 他真的是每天不应三更的 他也不顾着你 要不要休息 反正他只在那里 一一压在房间里面唱歌不停 他上班的好 是随意性的 我上班每天都是22点要上班的 他就可歌是不管你的了 您现在迷恋于声乐了 他不是迷恋 在一起 朋友在一起嘛 唱唱 那为什么妻子说 每天晚上都会 你压压呢 练是吧 他就是练好歌 跟他们同学 现在一起去商业自己嘛 啊 经常去同学会嘛 那也他说的那个样子 还没有 你一天到晚就是这么瞎说 一个是一小句 半个月一大句的 你说 你有没有 三个半夜的在回家 喝得最新的还有 啊 人生整夜有点爱好嘛 有点基求嘛 唱个歌后个酒 再摸点是不是 那问题是你跟那些雨的情歌对唱 还有我帮你发朋友圈呢 你这也是怎么想的嘛 你有考虑过我的感受没有吗 不是 是他发朋友圈还是让你 他又要求我 帮他去发朋友圈 要求我的朋友为他点赞 说他唱得怎么怎么好的 不是他跟别人情歌对唱 对 让你发朋友圈 是的 都是女的 这是为什么呀 真长啊 真像您说 这样子都放您说我心里会好受嘛 对不对 你夫人要找个男同学去情歌对唱一下 发个朋友圈 行吗 可以 真可以啊 怎么唱怎么唱 我看好像是不行吧 除了这个同学会和K歌之外 他现在还有什么其他的爱好吗 他喜欢书法 我不反对他 喜欢书法 对对 以前他喜欢书法我真的不反对 为了现在的话 他动不动就不拿那些什么书法 把那些同学请到家里来 请到家里来也没关系 他在家里来 也和我 你这都在 他会因为一会儿 好 你这都在家里 喝不过 我的 我 你这都在家里 就不知道 怎么了 他对 我的 好 我 你 我的 我 我 你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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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已經讓我覺得你心理上 其實已經和他和這個家割裂開了 愛情的開始和結束 婚姻的開始和結束 都是你自由的選擇 只是我覺得 哪怕你已經決定要結束他 要離開他的時候 你都需要給對方 以足夠的尊重 你要讓他清楚 你在想什麼 你決定做什麼 而不是他非常卑微地 希望挽留這一段感情和婚姻 再做一些他覺得很痛苦 很不堪 可是又不得不做的事情 我覺得對另外一個人 是一種極大的不公平和不尊重 所以我特別想問你 你是趣意已決嗎 我是這樣認為的 一個語言在講嘛 就應該為男人夫妻 該做的就應該要做好 做家務是警察的 你說的一個女人在家裡 這個女人特指你的妻子 還是包括那些和你一起寫書法的 女比友 以及唱K的那些女同學 她們也需要在家裡做這些嗎 別人我管不著 我肯定是管我妻子吧 你覺得如果她做到這一切 你們的婚姻就沒有問題了是嗎 我特別想跟您說的是 如果你趣意已決 請清楚地告訴她 不要讓她再做無謂的掙扎 犧牲 不要讓她在這種難堪的漩渦當中 無法自拔 我想這不僅僅是作為丈夫 對妻子留有的一點愛和溫存 更是做人的一種坦率 和一個男人的頂天立地 愛要愛得坦坦蕩蕩 離開的時候也希望你明明白白好嗎 謝謝你 好 謝謝周青老師 我們常說夫妻有很多種溝通方式 然後有一種最不健康的溝通方式 叫追和逃的方式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在整個場上 妻子的說話永遠是在追 你為什麼不這樣 你為什麼不那樣 你為什麼不帶我 你為什麼不跟我溝通 而丈夫永遠在逃避 如果十七年你們的溝通方式 都變成了一個在使勁追 追著要愛 以前不是這樣子的 以前不是這樣子的 就是這幾年不會到逼的 逼的我才這樣子的 那好 如果這幾年溝通模式 變成一個使勁追 要的是愛 要的是呵護 要的是關心 一個在逃 逃的是想要自由的話 那這種溝通完全無效 所以我想跟先生說一句話 我沒有看到在這段婚姻當中 你把妻子當作妻子 你把她當作了一個保姆 我們給什麼人給她錢 而且只是個自己工資的一部分 然後剩下大部分的事情交給她 那只有是阿姨 你給到她家用 讓她做的是家裡所有的琐碎的事情 您認為這是一個妻子的本分 但是我想告訴給您 這是你們兩個的家 家務 是兩個人應該共同承擔的 而不是由她一個人完成 另外一個 有什麼樣的情況下 家裡來的客人會關門 有阿姨在 我們會關門 因為我們要談私事 不能讓阿姨知道 但是很抱歉你們是一個家 即便你覺得 她可能一直在吵吵唠唠 你可以告訴給她 你明明知道 她要你給她愛和呵護 至少你給她一點認可 可是你從來沒給到 所以您關上的不是房門 您關上是對她那個愛的大門 所以我想讓丈夫您知道 您一直逃是逃不了的 因為您逃的不是她 您逃的是自己的痛苦 何必呢 既然不想讓自己痛苦 那就好好有話說 表達自己的需要 自己的不滿 自己想要對方 跟自己怎麼去做 同樣對妻子我也想說 我如果是你的丈夫的話 我站在你面前 我很痛苦 因為您今天的手臂抬起來 至少不下二十次 你知道我們說 夫妻溝通當中 最忌諱的就是 一直用手指的對方 所以我想問一下 如果我一直用手這樣指著你 你會感受舒服嗎 你一定不舒服 你想要的就是說 丈夫你能多陪我 我們希望有我們自己的家 您並不反對她在外面玩 您也不反對她學書法 你想要的不就是 周末我們可不可以 一家人出去玩一下 平時你可不可以 偶爾抽點時間 跟我一起看個電影 我們兩個去吃個飯 因為孩子已經去讀寄宿了 我們有大把的時間 開始過我們重新的二人世界了 而且還有一個妻子我想告訴你 如果你真的希望 你的丈夫多說話 你一定學會閉嘴 今天在場上 她無數次想說話的時候 都被你打斷了 所以你聽不到她的心聲 你追就是無效的 不要把一個十七年的家 毀於一旦 謝謝 好 謝謝周老師 其實剛才小彭老師說 先生不尊重你的妻子 我非常認同 同樣 我覺得妻子 你也不尊重你的丈夫 你看你剛才口口聲聲說 小孩送去寄宿 就是他自己想玩 他不想讓小孩子礙眼 他也是孩子的親生父親 你這樣去說 如果換成是我 我也很難接受 我相信她 希望安排孩子去寄宿 是一個綜合考量 我不認為她是那麼的 對孩子都絕情到 你愛我眼 我把你送走 所以其實你不尊重她 換來的也是她不尊重你 你不信任她 換來的也是她不認可你 這真的在你們婚姻中 是個惡性循環 我其實更能理解 因為可能你們的年齡 和我們差不太多 無論是妻子還是丈夫 都處在中年危機的狀態 上有老 下有小 自身創造價值的能力 又在降低的時候 夫妻是什麼 夫妻真的是在這個時刻 抱團取暖 共同抵抗我們年齡的 逐漸老去 但是你們彼此不尊重 不信任導致的 就是這樣的家庭危機 所以我希望你們更多的時候 去思考一下 我們未來的人生 要不要對方這個她 和我共享 如果先生真的認為 這樣一個女人 和你未來人生的規劃 格格不入 我真的覺得你要 及早告訴她 現在我關鍵是 沒法跟她溝通 沒法和她溝通 是啊 因為你把你的心門 已經關上了呀 我希望你們都回去冷靜 想一想這個人 共同生活 同床共枕 17年的這個她 未來人生路能否相伴 沒有孩子的時候 沒有工作的時候 還可以嗎 其實這是一個 要留給你們自己的命題啊 最後想告訴你們的是 婚姻家庭不僅僅是責任 沒有愛的責任 支撐不了一生 是否還愛 親一門 三思 再做出決定 希望你們都能幸福快樂吧 也希望你們的孩子 能夠健康成長 謝謝 好 謝謝楊老師 三位老師各打五十大半 的確雙方都有問題 但我要提醒的是 妻子是行為問題 丈夫是性質問題 我清清楚楚記得你說的那句話 你跟妻子說 不要老活在過去 什麼叫不要老活在過去 因為以前嘛 財堂那樣的時候 肯定有花錢月下 但是比較隨著延年的增長 堅實的增長 根據時代的變遷 過去只有花錢月下嗎 沒有同甘共苦嗎 有 是不要老活在過去 但我想告訴你一點的說 一個人 忘記過去 就是背叛 一個人忘記夫妻曾經的同甘共苦 就是背叛 但是我埋也拜叛他 你摸摸你自己的良心 你在日子沒有過好之前 你有這些比友嗎 你有那些圍著你賺的那些同學嗎 那個時候誰在你身邊 有了點錢就翹尾巴 你自己想想你現在日子過好了 你有閒了才有些人圍著你 你以前什麼都沒有的時候 有誰為真 我沒有說你一定要跟他在一起 你可以離婚 這是你的權利 但請你坦坦蕩蕩 你走就是嘛 你折磨別人幹什麼 你帶一群人在家裡關上門幹什麼 你可以自己擔過嗎 你想唱歌唱歌 你想怎麼樣怎麼樣 你幹嘛最後一點尊嚴都不留給別人呢 這個家是我的 是你的也是他的呀 不是你一個人的呀 你帶陌生人回家 不經過他的同意 不尊重他 你把他當成兩個人的家了嗎 我還是那句話 你可以離婚 那是你的權利 但請你坦誠地說出來 不要把別人說得一塌 把過去全盤否定 對於女生來說我想說的是 一個女人一定要學會愛惜自己 因為男人的愛隨時可以收回的 你也要永遠懂得修飾自己 未必要漂亮 但一定要精緻要自信 女人勤儉是一種美德 但你不能只苦了自己 男人就會覺得理所當然 女人賢慧是一種付出 但不是為了討好男人 要不然男人就會自以為是 如果你一旦失去了自我 就不要提你拿什麼去愛別人 你只有活出自信 你的男人才會害怕失去 你行為方式上是有很多問題 剛才老師們說的都不錯 歇斯底里也好 可我以前不是這樣子的呀 你不要說以前不是這樣的 你也不要說是他逼成你這樣的 反正你現在就是這樣的 但是我想告訴你的是 任何事情有雙方面的原因 導致今天的結果 但是現在你跪著去要尊嚴 去要一個男人尊重你 這是不可能的 所以你應該收起你的眼淚 如果你還一直有眼淚 一直咆哮 只能讓他更加感覺到 是你離不開的 你明白嗎 這位先生我只想告訴你的是 你要是真的還想試一段時間 就請你保持尊重 如果你真的去意已決 你就說我們非離不可 要做一個堂堂正正的男人 就這樣 好 謝謝陀老師 你想一想 你應該怎麼做 你也反覆地想一想 今天你可以把你妻子 說你所有的 這幾年生活 過往的這些話 你就當一幅一幅的畫面 你放一放 你放給你自己看一看 倒回頭你再想想 為什麼他現在要看你的手機 你大概能理解他 你大概會從另外一個角度 來看你身邊的朋友 你會從另外一個角度 來看你這幾年所做的事情 坦誠一些 接下來一起進入真情60秒 我們在一起瘋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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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瘋 在這17年之間呢 我也知道你默默地付出 特別是我們才出來的那幾年 連一個做的地方都沒有 你一直跟在我身後 不離不棄 默默地支持我 編撤我 使我成一個白小七家 到現在的小狂之家 我知道你為這個家庭付出了很多 你把你的青春都付給了我 我心裡也清楚 但是也請你希望能夠理解我 有些事情是夫妻子人也相互信任 本期視頻到此結束 喜歡的朋友記得點贊關注 後續有更多精彩內容等待著您 這裡是報效綜藝場 咱們下期再見